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了成都中和街道旁边的新兴镇 有粉丝告诉我们就在晨曦菜市场旁边 就有一家合伙的面馆 这个是二号的塑膠面 把块儿打 打牛肉汤 都喜欢吃 我们这该市人都喜欢 对的 就是这家建方牛肉面馆 我叫陈建方 我们是新兴镇孔雀村的人 然后在这里开店已经十多年了 是的 这家面馆就是用建方街的名字 来命名的 每天早晨六点钟就开始卖面了 因为我们这儿小码头 从孩子读书的都比较早的 建成家打工的都比较早 然后六点二十几点就少卖出了 恰好在这里我们就碰到了 一位刚刚送完孙子 然后再回来吃早饭的老人家 吃了 我们吃了 从来又来 当地人把建方街的面馆当成了早餐店嘛 当然 这里还不仅仅是早餐店 有 这个煎鸡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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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方啊 煎鸡蛋 煎鸡蛋 哦 今天那个长熟面嘛 哦 这个长熟面 煎鸡蛋 哦 好 妈妈煮了一点长熟面哈 面蛋哈 今天 今天吃的 有面蛋 哎 今天面蛋 是在家的哈 天天到来吃 这种长熟卖煮 是好 来 今天他说过生 我就免费送了一个长熟面 因为这是我们十来年的长熟了 小伯母 方姐告诉我 他家的头牌除了牛肉面 还有这种干拌塑胶面 妈妈 您是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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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对于成都人来说 谁逃得过这种 现打的红薯粉的诱惑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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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清晨 都是方姐的老公负责打粉 我们每天要打很多次 吃饭了 卖一次下一次 卖一次下一次 你吃得好 不得那种劲道 不得那种口感 就 我们是卖一点下一点 反正卖了都下好了 每天要吃饭了 吃饭了 尝不尝一下 我们家的粉 我们不加粉也好吃 真的好吃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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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店里都看得到方姐的老公忙上忙下的身影 有时他们的大儿子也过来帮忙 每天早上五点方姐的老公就开门烧水 六点方姐就开始煮面了 碰到儿子休息日 他七点也会到店里来帮忙 其实方姐的店面并不大 但他们一家人和店里的阿姨一起 经过十多年的打拼 终于为自己赢得了好口碑 中华厂的 那个 那边那个万安的 还有那边那个苗山的 都会开机车子过来吃我们家的面 味面啊 这些都好 都很舒服 吃起来就是 在几个象征上说这种面的味道 是它的材料还是口感 都是非常不错的 我也是做指点这个牛肉面 就是它的招牌 现在也就是上午十一 五十斤面买到这个样式了 最接近了 今天去澎山 吃 来来来 一路小跑呀 今天起不早了 我装的还没有化 对不起观众 早了 逛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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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脸上都是半成品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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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得变得变得吃 特别好 我今天就跑出来 还有这个鸡爪 还有那个面 我把它切去切 好了 OK 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 鹏山北站了 对 今天天气也特别舒服 就是不冷不热 然后走起来会觉得整个很惬意 对 但是我最关心的还是刘岛 就是你既然作为来过鹏山的 就是你给我推荐一下 在这个点 我们应该先去吃 OK 现在 我觉得要了解一个地方的生活的话 有个地方 菜市场 菜市场可以很好的 感受当地的那种生活 这是橘子吗 这个 这个是爱园吗 这个是福山的 因为我们家经常买这个吃 就跟我们平时吃的橙子 有什么名一样 我查一下自己 吃庞山客有吗 庞山客有吗 在这儿 好 姐 就有点像喝的那种橙汁 太腻腻了 对 果味也很浓 好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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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这个 是呀 但其实我发现就是 我刚刚走在这个街上的时候 就是 我觉得他们盆山这边 好像就都到处是卖这种甜蜜 特色是从台西 你知道吗 这是盆山的特色 嗨 老板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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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年轻了 谢谢你 谢谢 这会儿来的算早的 还好我们叫错峰 错峰的时候合适 来来来来 再一个我尝一尝 还是这个味道 来我一点 今天沾亚虫的光 就是老板又认识我们 然后又可以 现在就可以先尝一点 很好吃 对 我觉得不是和那种乐山的甜蜜鸭不太一样 这个有点熏的味道 对 乐山的甜蜜鸭 其实你吃起来会觉得表面上有一种脆脆的味道 但是这个它就是外面的那一层糖衣 它是和鞋 糖色里面包裹 对很好的就是包裹在一块 所以你吃这个时候你就觉得那个葡萄 对全部都是这种焦糖色 真的很好吃 刚刚吃了甜蜜鸭 但是吃完之后我的目光已经落在其他的摊摊上了 好多我看到有什么 对我发现它这儿除了甜蜜鸭之外 其实还有特别多 看这个 泡椒凤爪 哇我看这个就好有食欲 而且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 就是里面加了很多料 除了有鸡爪还有 不计这个肯定只是酥辣的 很辣吗 好极辣好吗 我以为这个不会很辣 我以为这个不会很辣 但是其实还好 但是它泡得很入味 但是很想吃 因为那个皮皮特别好吃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看上去风平浪静 但是吃多了还是有一点辣 这个凤爪 越辣 但有没有觉得越吃越过瘾那种感觉 对就越吃越香 就 但还是又停不下来 你看这个凤爪呢是那种比较 比较Q的这种感觉是吧 然后这还有一家凤爪 就是它的这个凤爪是让你觉得 哎呀啪呀啪 啪的不行的那种 你炉就啥了 我们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现在到处还是空的 很轻轻吧 它没有开始营业 我们之前也来过这一家吗 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 是吃那个宵夜 宵夜的时候肯定很晚了 大夜 叮叮叮 哇 我一看给我 好香好香 这足够长时间了这个 终于拍到下次 一个多小时 就这样慢火锅煮吗 刚刚其实想说 我感觉我吃了很多 其实现在有点饱 可能胃里面有点装不下 可能就是一打开这个锅 之后觉得我还可以再来半打 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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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骨头上面的那个 那边皮 其实是已经都炖化掉了 就是已经可以 你先尝一下它有 多么多么多么的米花 牙齿轻心一碰就掉下来了 哎牙不好的人可以吃 哈哈哈哈 这个特别特别辣 然后又特别麻 这个又特别特别淡 然后对 然后面团又粉淡 然后感觉会有 我又归了 粉蒸 粉蒸和平静的那种感觉 对 其实两个极端搭配在一块 刚好就综合起来 好 继续吃 就走在那种小街上 就是感觉还挺 人也很多 然后就来这边吃小吃 因为你看人挺多的 看这些很多 我觉得在鹏山这边好像还挺多 这种炸的土豆的 路边也有很多这种 卖炸土豆的小炮 都有什么味道的呀 又饱了 又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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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藤椒味啊 我看在床上起来 还有泡椒味 还有白味 有八个味道 这一下子的味道能口味啊 什么口味多好吃 你们还叫这个老婆更大吗 更大 好像 我觉得这个狼牙土豆 好像和那个自然怎么那么搭呢 有自然就很好吃 还有辣椒粉 而且它这个土豆 所以我没有说炸得非常绵 非常糯 但是也不是特别脆的那种食生 就是我们的东西 对我来吃 我觉得刚好合适 放了一点小风 然后还有那个椒耳根 所以味道就很好 师傅那个桥怎么回事 原来不是很近吗 我记得 这个桥顿了 水顿顿了 要走明江二条 都讲过了一遍 绕过来 哇 热气腾腾的 是不是很舒服 而且看上去觉得 料也非常的丰富 有素菜有肉 还有我最喜欢的酥肉丸子 我觉得这个其实和那种 灰菜 汤锅 很像 有点像哈 对 就是哈 我现在觉得好像没什么区别 老板 像你这个跟那个白味的汤锅 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菜很丰富 以前的灰菜是很单调 这个菜很丰富 然后菜都很煮成一锅 汤 鸡汤 帮着一个汤锅 一起 设计就很大 这个汤锅是专门熬过的 汤锅是熬过的 怪不得这么香 哎 它里面有多少种东西放进去 有多少远 有 可能有四十八种吧 十七八种 所以它有那么多啊 为什么要叫飘汤呢 以前的码头上 以前码头上的时候 是啥子 你们过船呢 以前没有经济调节差的时候 我码头上的时候 然后调节很差 然后就煮点白木薄啊 加几个白片子 然后就说是飘汤 就吃什么 就搭配吃 就东西很少 然后就浮在上面 所以就是 因为以前吃的少 然后一煮进去 东西就食材全部浮起来 叫飘汤 现在呢 就是因为东西太多了 我们吃完之后 心满意足 整个人都觉得飘飘然 所以它还是叫飘汤 有没有觉得 今天我们吃起来 感觉浮香真的很好吃的 非常多好吃的 而且其实 我觉得我们吃都是冰山一角 因为我走在路上 就看到各种 什么粉啊 面啊 还有些小吃 但这个胃实在是 装不下去了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坐洞车来 你看其实也就是半小时 然后到了 到这儿之后 到这儿之后 对 然后你随便选择 这儿的任何的 一些吃的 包括今天我们吃的这些 你都可以打卡 然后你可以看到 任何一个店走进去 保证你觉得 都很正常地位 对 一般都不会太累 对对对 因为你到了这儿 就一直走 走 咱们动车时间也差不多了 走吧 回成都 依依不舍地走了 姐妹 他 就是 这是 系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